感谢莫森太阳镜 初恋应该是人类最难忘怀的一种情感 那时若我们也许年少轻狂 也许举止乖张 初恋的时光会让你想起很多自己青春的美好 以至于有些人居然舍不得离开初恋的感觉 他宁愿把自己锁在初恋的回忆中 而不愿意面对现在的世界和现在的情感 在青宝贝站中又曾经有过这么一位糊涂的狐狸 我们看看他 起地链 咋认识的 我们俩是在咖啡厅认识 当时呢我跟一个哥们聊天嘛 我们俩坐着聊着聊着 然后我就发现 因为觉得我的鞋对面住着一个女孩 好像在看着我 然后我就是自然地看了一眼 把酒杯朝着背跳了一下 然后他也冲我回了一个背笑 挺浪漫的 然后我就主动就过去了 跟他搭讪 他拿着酒杯中我一这样 我觉得特绅士 然后他那种感觉让我感觉他就是特成熟 特稳重 就是感觉挺好的 然后我们俩聊天啊 然后呢他说他喜欢音乐呀 喜欢那个什么 就是萨克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爱好吧 我喜欢唱歌 跳舞 喜欢写诗 然后他说你喜欢写诗 我说是啊是啊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写的诗 就是随便说一首吧 欲写娇和梦妙言 蜻蜓点水小和田 玲珑借去荷花色 独自芬芳独自咸 就是我因为就是写过好多好多 这几十首吧 你跟这么浪漫一个女同志谈恋爱也是挺开心的 是吧 还好 你倒是知道他年龄零大六岁吗 当时不知道 当时他说是比我小一岁 他说比你小一岁 对 那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谈了半年多吧 接着谈吧 怎么了 我老忘不了我的那个就是初恋的那个男友 其实就是我这个人 因为吧 他最近一段不太正常 你知道吗 神经恍惚 就经常跟我说说是吧 然后就 语无伦次 总是发呆 我一问他 他师妹说过来 我就特别 我也难受 我也特替他着急 我就是不敢面对他吗 因为你不知道我这个人 我刚才跟你说吧 我其实是属于是天真傻 然后又单纯 我跟他磕破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心里对不住他 因为我心里其实一直在想着 就是我十年前的那段恋情 然后就是老走不出来 十年前什么恋情 对 然后就是我认识了一个我的同事 他呢特别的温柔 然后他会打篮球 会画漫画 他还很成熟 很稳重 就对我特别照顾 你知道吗 如果有谁要欺负我的话 他也帮我去扛 因为当时那个我在那个单位里头 就是比较单纯 比较傻 然后他们就管我叫神仙姐姐 还有呢就是冰美人 因为我当时害羞 比现在还厉害 就只跟女孩说话 不理男生 然后男孩追我的话 我就不搭理他们 就那样 有的男生喜欢我 然后我就拒绝了嘛 然后有一次在大家一起 聚餐吃饭的时候 然后那个男孩就是 被我拒绝那男孩 他一下子 他竟然他可恶扑我 扑我一身 我当时眼泪哗就下来了 然后特气愤 特羞愤 又不敢说话那样 然后他看到了 他立马就把那个男孩给打了 我当时就感觉就英雄救美 就觉得特别的那个 特别感激他 同事们都都那个 就是男孩喜欢我 但是女孩都讨厌我 全都不喜欢我 然后急着我 就我负责库房管理 他们竟然有 竟然丢了一个手机 其实我都知道是谁拿的 但是他却就赖我 我就被冤枉了 我在那个公司就没法待了 你知道吗 一开的时候 那个男孩 其实他是我的leader 就是我的一个上司 然后他就说 我送送你吧 请你吃顿饭 然后大家一聚 到那天的时候 他就坐在我旁边 他说的 你不喜欢喝椰汁吗 你看我给你准备了椰汁 然后就给我倒上了 然后他就问我 你为什么要走啊 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当时我看到他那个 表情的时候 我感觉他特别伤 我就撒了个谎 我就说是因为 我家要搬家 不得不离开嘛 然后他就自己 独自一个人喝酒 其实他酒量挺好的 可是那天他没喝多少酒 但是他就 他竟然吐了 我看到他那个吐了之后 我特别伤心 我特想去安慰安慰他 但是我就是 你知道不爱你在心口难开 你知道吗 就是我 当时就是一个特自卑 特别的那个内向 特别的 特勉强 不敢说话那种 哎呦 我当时 我当时其实特想 刚才说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然后我 因为我要走了嘛 你说没说吧 没有 连手都没签 那这叫什么 十年前的练琴 你不理解 你不懂 就是 我给你练首诗吧 你省得你什么都不懂我 叫痴情女子 说的就是我 古有黛玉 藏花银 金有玲珑 玲枝草 鲜古痴情 空于恨 独坐古亭 画凄凉 你知道我是寻古诗情节的人 如果爱上一个人 我就会爱他一生一世 我相信纯粹的爱情 我的定义 如果爱的话 就是一个生死相随 执子治首 与子偕老 方心以托 终生不渝 然后呢 就是如果你 如果我爱上了谁的话 就是你生 我生 你死 我死 你在水里 我必在水里 你在火里 我也必在火里 你在地狱 我也必在地狱陪你 地狱在哪呢 生死相随 地狱在哪呢 就是比如说他在低谷啊 他在失忆啊 那你爱这个他指的是谁呢 就是如果我爱上了你 他什么前男友 我听就根本 就是一上次 手都没拉过 什么前男友 你暗恋吗 就是一种暗恋 谁暗恋谁啊 我暗恋他嘛 但是我觉得落花有益 流水起无情 我觉得他也不见得对我无情 别说他了 说他吧 其实吧 我挺喜欢他的 因为他喜欢篮球啊 你也喜欢篮球啊 突然听我说 刚开始吧 他不过喜欢什么爱好 我说打篮球 或者是五号号 我以前学过美术 然后他 我说我会美术 他当时特别兴奋 我以为我们俩共同爱好 还挺好 后来我了解之后 他一直在 把我跟他前男友做对比 我特反感 那次我去他家找他玩 我说他在床上睡觉 然后我在他的桌上 发现有这么一后路 全是他写的诗 然后我就挑了两篇 我一看全是伤感的情诗 然后我就问他 我为什么这么伤感 他当时没说话 然后后来半天才说了一句 还是放不下前男友 我只是念旧情 我忘放不下那段感情 你不知道那个男孩有多好 不是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在恋人之下 在好朋友之上 在游离状态 我搞不懂我自己 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是 我爱你 但是你不知道 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对不对 但是比你还悲剧的就是他 你很爱他 但是你的爱情被打败了 被打败的是被一个梦中情人虚妙的一个人打败了 把你置于这个悲惨的境地的 就是这个活在自我梦幻中的糊涂的女人 我不糊涂 我智商很高 但是我情商很低而已 我只是情商低而已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以为自己的暗恋很伟大很美好是吗 但是我看到的是你的虚弱和自私 我怎么自私了 我的虚弱 你的虚弱是你爱对方 但是你不敢去表达 你的自私是 你明明是爱的那个人 但是你找了一个模子 找了一个替身 结果是他 我没有把他当替身 男孩我给你的建议 好在才是半年 半年的真实的恋爱和十年的暗恋 我觉得你注定了失败 所以离开这个女人 好 谢谢老师 老师你不知道你不了解情况 我现在我虽然说我32岁了 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不知道十年前我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十年前我22岁的时候 我比现在还要小 还要幼稚 还要不懂事 我根本不懂得怎么去表达 我爱你 可我却不敢告诉你 你的问题就是在纠结于十年前 你根本就没有长大 我就是没有长大 我就是长大 所以你没有资格去谈恋爱 为什么呢 你根本就对他没有付出 我为他写诗了 我为什么没有付出 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交过任何一个男朋友 他是第一个 我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我坚守着 成真的爱情 你的信仰是什么 丫头 我竟然就是 找到一个爱我和我爱的人 找到了吗 而是要纯粹的爱情 找到了吗 目前没有 得了别吵了 我爱你可我却不敢说 我怕我说了我会马上死去 我不怕死 我怕我死了之后 再也没有人像我一样爱你 拜托别做事了行吗 你不懂 肖老师你能试着懂一懂吗 我完全懂不了 我觉得我跟他年龄是最相仿的 今年也是32 但是 你也32 你刚才一直在口口声声的说 爱在心口难开 但是问题是在你和赵川老师在交流过程当中 你有体现出一丝一毫的 我在乎身边这个人吗 你有跟他眼神交流吗 你有跟他交流过一句话吗 你有说过他一句好话吗 我说啊 我跟他做事啊 我说过他是我第一个交往的男友啊 你有表现出一点点吗 哪怕是让我们台下的观众一起来看到 你是在乎他的 你是喜欢他的 你不要玩这种形而上的东西 说喜欢不是爱 我是喜欢他的 我是不是爱他的 因为我对爱的定义很大嘛 因为我的爱就是生死相恋嘛 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是吗 而且你觉得你这个爱很干净吗 你觉得你对他喜欢很干净吗 那古有在欲 葬花银金有小花满年龄啊 自己满了你六岁的年龄 你还对他 因为我心中有愧嘛 所以我才那样的嘛 OK小花 我知道你很文艺 好吗 但是我想对这位兄弟说 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 那你就心甘情愿的去做个替身吧 然后呢 去好好地去爱护这个所谓的痴情的女人 不是替身是什么 麻烦你可以接电 是什么 是高于好朋友 然后的一个朋友呗 好吧 另外 哥们 如果你内心当中有一点点的忧郁 我鼓励你走 千万不要回头 郭老师是我们这儿最会做诗的 你跟他对话应该可以 他们不理解你 我非常离开 你看 你看我怎么说的 谢谢 谢谢 这样我送一首诗 请你点评一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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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痴情女 偶坐前堂课 醉武经格半卷书 坐井说天空 眼前有情人 偏恋老过客 梦冽情错伤心时 怒止乾坤错 抱败 我想告诉你的事 你要原谅我们 原谅大家 我们都是一些凡夫俗子 不是像你那样 不是人间烟火的 我们吃着凡夫俗子的饭 穿着凡夫俗子的衣 谈着凡夫俗子的情感 正着凡夫俗子的同伴 您暗恋了十年 说句实在话 我们真做不到 既然从未获取 又谈何放下 我只能说 请原谅我们的世俗 放了他们 我要对手是 对吧 红颜印湖水云间 姊妹风姿小和颜 月女幽梦空如雪 蜈蚣深处探红莲 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说吧 您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找够啊 买衣服的 卖得怎么样 那我们还行呗 你能推荐一件衣服给 给这位先生吗 我卖的是女装 那你能推荐一件衣服 给我们爱老师吗 那我走过去说 爱老师您好 您好久都不来我们店里了 我们今天又下了好多新款 你看像我身上穿这样 就是今年的这个 特别流行的 韩版的蝴蝶裙 这样的 我觉得吧 这件衣服特别的适合 您这种气质 高贵的气质 我觉得您这个性格 就特别超文脱俗了 就像小龙女一样 回来吧 这十年有男孩子追你吗 当然有了 多吗 现在就 在他后边排队的 也一大帮呢 我觉得爱好古诗词 没错 谢谢 这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至少要知道 我们还在生活 我是在生活 没有脱离生活呀 你的那些四联的那种东西 从哪儿来啊 就是十年前那段伤害嘛 那个其实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要面对眼前人 我再一次的请你 正视一下 你对面这位 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想继续交往的好朋友 对 好了好了 你行了明白了 今天已经看清楚了吧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是个什么关系 如果从资格论来说 今天你们是没有资格 到这个节目来的 因为你们不是情侣 你们是好朋友 对不对 不是吧 好朋友 好好说话 我没有见过哪一个诗人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是这样的 我也没有见过 哪一个诗人 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的 那我就天性了 我天性如此 怎么办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能正视这个问题 我只是想让自己 放松一下 我觉得她已经 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了 接下来你要面对 两个问题思考 你现在喜欢的 这个女孩子 她喜欢诗歌 她愿意活在一些 怀旧情节中 这是第一 第二 她对一段经历 她有着刻骨铭心 不知道什么样的情节 她是忘不掉的 你要想接着爱她 你要付出很多 我是供你参考 供您参考也是两点 第一点 写诗不是坏诗 在诗当中去找你爱的 那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请注意 生活还得继续 第二 请尊重所有人 她在跟你交往 麻烦你在跟她交往的 过程当中 请专心 不要拿你过去的恋情 来刺激 我们不是孩子 我们三十二岁 基本的社会规范和理 请注意 大概的建议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的时间 属于你们自己 小伙子 明确自己要的是什么 姑娘也是一样 不要再那么 含含糊糊 拿这种东西来玩 没意思 没有达到 就是没有达到 就告诉别人说 你愿不愿意给我时间 我们共同往那个方向 去发展 否则就是又一次的 年龄欺骗 一起进入黄金 相识的时候 我觉得你挺好的 真的 我喜欢你的诗歌 你喜欢我的音乐 但是我没有想到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交往之后 你会变成这样 你想让我给你多长时间 你能正开的 我觉得我很正常啊 我就喜欢写诗 看山看水 看花开 听风听雨听歌声 五春五夏五秋冬 写诗写景写心情 我写的就是我的心声 我相信纯粹的爱情怎么了 我有错吗 我觉得我没有错 为什么都说我错了呢 你说你相信纯粹的爱情 你连爱都不敢爱 哪来的爱情 就因为不敢爱 还要跟我们面问吗 好我告诉你 很简单 把你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放下来 大胆去爱就可以了 没有人不会爱 爱是一种本能 我为什么要爱他 因为他 他不懂我 不信我 不怜我 他不能够和我生死相恋 你就是不相信纯粹的爱情 我就是相信怎么了 敢爱的人就容易受伤 怎么了 我就容易受伤 我就写着失去 还是伤感 不是你先到了 您赶紧回去吧 行吗 刚才这段话听明白了 也请您回复 请关门 我们还是用我们坦诚 和善良的心 来面对一切问题 在跟姑娘的交流当中 我们会发现 一个人追求真爱没有错 但是要勇敢地去爱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接下来我们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特别想知道 当你站在那个转门背后的时候 你的脑海当中还有什么 我感觉我是就在天山飞雪 天山到底有多远 山上有没有雨 不不不姑娘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你那么好的文学修养 你可以感觉他的味道啊 感觉的气氛啊 对不起啊 我要打断你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要表达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是 姑娘 如果你爱一个人 就打开你的心房 让这个人走进你的生活 而不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 过去的一些不快 成为阻碍你新一段感情往前的一个理由 不要拿那些东西去包裹自己 会很累 我们希望你能从那段恋情当中 勇敢地走出来 开始恋爱 当你有了恋爱的时候 你才能可以去谈你要追逐的东西 现在你跟谁去追逐生死相依啊 再一次谢谢小华的到来 谢谢你 请回 男孩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 谁愿意一直活在别人的影子里 女孩口口声声说忘不了的初恋 其实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 她最爱的 是她自己的才情和忧伤 节目播出了这么久 她是否找到了能让她生死相随的爱情了 我们给她拨通了电话 上次从上了节目之后 您现在有什么生活有什么大的改变吗 或者您有什么感想吗 如果上次那个节目之后吧 其实改变很大的 就是因为当时录的时候 就是主持人还有嘉宾啊 观众啊 他们都不理解我 就是觉得我好像就是生活在自己的 一个那个单纯的精神社会里 是的 但是其实不是那样的 其实我始终过就是思想比较单纯 然后想什么事情比较简单而已 而且我比较相信情节的爱情 因为我始终不喜欢那个 就是那个男孩 豆里花入别门的男孩 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懂我啊 我写的诗她 她也听不懂 所以说我们俩是不会有爱情的 然后很幸运啊 我非常幸运的是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份 就是属于我的爱情 而且她也很喜欢写诗 她也很懂我 然后她写过 给我写过很多很多诗 就几十首 她给我写 我也给她写 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互相吸引 互相吸引荡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那就祝福您 希望您能一直幸福下去 好吧 谢谢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祝福这位姑娘 找到了和她志同道合的恋人 但是我也真心的希望 这一次你不要爱得那么自私了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寻爱板块的时间 今天的寻爱人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她叫小冉 我们有请她登场 我叫王冉 今年24岁 我跟我男朋友 头两个礼拜好好的 结果到第二个礼拜五 她出门一趟 回来她就变了 她就突然消失了 我找不着她 我就给她打电话 打电话不接 欢喜她不回 我凭什么受这么多诊 我跟你出两个月你知道吗 我这两个月我着急上火 你到哪了 我到处找找不着 两个月我掉了四斤 你好 欢迎你来主动 我看你的走出来的那个身形 像是练舞蹈的 对 我从小就跳舞 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舞蹈老师兼演员 挺好的 那你要找的人是男朋友 是我前男友 前男友 对 前男友还找她干嘛 其实是这么回事 我们两个属于师生恋 我比她大五岁 你们俩好了多久 正经 说我们两个高高兴兴的 也就两个礼拜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在我们出第二个礼拜的 星期五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 我跟王峰 就是他学校的一个同学 说想跟王峰一起去那个 以前的一个化妆老师那干活 到了周日 中午我看见那个王峰 在外面 然后我跟王峰打了招呼 一想他肯定跟王峰一起回来嘛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没接电话 然后呢 然后一开始时间短 一开始一两天 完了三四天四五天 时间就越来越长 我就到处找 然后呢 怎么找也找不着 对 我觉得挺奇怪的小人 你们相处了一年 恋爱了两周 一次所谓的出去干活 回来以后人就不见了 对 不见你 对 要跟你分手 但是他正常的生活在那个城市里面 他就在我家旁边不远 就是不见我 我们两个可以说从学校走到我家 顶多不到十分钟就到我家了 你找得接啊 到现在也没给你个说法 给他打电话 他不是不接吗 发信息不回 然后我就写信 我实在没办法了 只有写信从他的邮箱里面 过了没几天 他看见了 他跟我说 他说你真的想好了吗 要分开 我这个阶段的确是忙 不能去见你 抱歉 你再好好想想吧 你跟他说分手 因为你想弄个水落石出 对 算就算了 不谈就不谈了 他还不乐意 对 他不想跟我分手 但是他也不跟你接触 他写完这个信以后 当时是赵老师赶着五一 他赵老师跑到我家来了 他说你看 我头几天写下有事忙 五一的时候放弃评价 所以我来看你了 我真的忙 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想出不够 想出不想出 他当时那意思就是还是想 结果他回了学校以后 他又失踪了 然后我就去学校了 我坐到他的宿舍 等着他 我给他发条信息 我说我今天就等着你 一直等到你回来为止 你不回来 我就一直等 这回他同意了 我当时想同意算了 但是我一想起来 我就想说到底为啥 以前他对我测号 节目现场 萧染一直重复着 他寻找前男友的每一个细节 说到动情处 萧染情绪激动 现场几度落泪 但他始终不愿说出 他为什么要耗费半年的时间 来寻找一段 只维持了两周的爱情 萧染种种疯狂举动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更深的原因呢 姑娘姑娘 你别激动 你看你跟这小五岁的男朋友 一共谈了两个礼拜恋爱 又找了一个多月 最后到两个月的时候 终于他同意分手了 我就以为分手了就拉倒了 就根本就没有事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们俩不是处着呢吗 他突然消失了 我就到处找 而且我给他打电话发信息 他就拿着手机给人看 然后让全校都知道 让全校的人笑话你是吧 全都知道了 然后我当时就火了 你知道吗 我在车会上给他留言 我说你这个窝囊废 你还是个男的吗 你自己做的事 你都不敢承认 你有本事你跟我说呀 你干嘛闹着全校自然的意诺我 他看见完以后 他火了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我刚去学校的时候 不是拍一个小片吗 有一个导演 他说我跟那个拍小片的导演 说我们两个曾经有过 有过这种关系 他给我发信息 他给我来一句什么 他说你老太婆还装青春呢 你还说什么呀 我对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他说我什么事都行 他可以说我脾气不好 他说怎么着我都能改 我什么事都在为他讲 我22岁的时候认识他 23岁跟他谈恋爱 我也是犹豫了一年 我才跟他在一起的 我想很多 我明白了小燃 你一直洁身自好 是个冰清玉节的好姑娘 是吧 但是你的男朋友却冤枉 你说你跟别人有染 他是因为这个跟你分的手 你是因为这个接受不了 所以一定要讨个说法 对 你知道吗 我们学校的学生 拿我这个事情当教皇 发到学校的侯侯群里 我从八岁就开始跳舞 我十七岁上大学 我在宿舍的时候 每一年圣诞节和平安夜 别人都出去过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我觉得我自己坚持的东西是对的 你坚持什么 在我认为只有少女才配双婚纱 我明白了 小燃 你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姑娘 是吧 小燃 你通过我们栏目组 还要找到你的前男友 你是想继续跟他处呢 还是说不行 得说清楚这事 我绝对不可能再想跟这个人处了 你知道吗 他完全就是对我一点相信都没有 别人说一句他就相信 他认识我不是一谈两下 一年了 那你找他的动力是什么呀 我找他的动力 我就要知道 到底是谁跟他说的 让这个人当着全校的妈 跟我公开道歉 你要找的不是爱人 是心吧 是吧 是 妈妈知道这事吗 我妈妈也知道 我知道这个事知道 这样吧 妈妈今天来了 别特别不放心 我们把妈妈请上去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小燃的妈妈 我是王燃妈妈 看着他这一样 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他要再这么心情不好 我也受不了 真受不了 我来这次来你们节目 就是希望编导了 这些个心理专家了 劝劝他 不要再去找他 他都不相信你 你还要他干啥 这种人就不要他 阿姨你好 你好 欢迎 阿姨贵姓 我姓李 李阿姨 像老火了是吧 对 你看 我这姑娘吧 我这么长时间 我自己男生 我从来没跟我妈说过 你妈也知道了 但是我也能看出来 你看有的时候 晚上我出外的上个卫生间 我一瞅瞅 灯亮着呢 我就站在门这 我就听到哪里 玩玩哭的 你说说也不是 不说还不是 你说确实心疼 你说怎么办吧 大半年了吧 对 大半年了 就一直走不出来这事 对 不过我看他这样 有点好像就 磨正了似的 有点 他倒不至于 就是他吧 挺敬业 只要说有学生来上课 不管是怎么难受 真做精神起来就去 下了课以后 下了课以后 就完了 这孩子他比较拧 你知不知道 他以前是什么 以前就是比较拧 他比如说要学啥 他练钢琴的 就八句个点 不动 你说 他演的啥 有时候我心疼了 说他 扭的你说 他非得要考演 我说你舞蹈演员 你考什么演呢 就没招了 我们俩闹到一个 闹到什么啥 也闹到电视上 让人给解决解决 最后我还闹一个公立妈妈 没办法 你许 你儿挺优秀的 是 就是从小就 对 是吧 我问一个问题 别介意 您说 23岁很年轻 但是23岁从来没谈过恋爱的人 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太多了 我是这样的 这两个人走到一起 首先得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不可能说 这个人我一点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我 我们俩就出一下 这不可能的 我这个人思想非常传统 就是说 在我认为 这个男孩上来 第一次就说白了 动手动脚的 然后我就根本接受不了这个 他刚开始就这样 他可以跟别人也这样 阿姨他这么传统 是您教育的结果吧 我觉得是 那您着急吗 他23岁了 23岁之前没谈过恋爱 作为母亲来讲也着急 有的时候我也考虑 我说姑娘 我说你哥的同学 你哥也说给你介绍一个研究生之类的 他就急了 不是 我找对象 我就要我自己找 我不用别人给我折腾 你知道吗 我就要自己找 我也常劝他 没有 有的时候我一说 我说的 你为他不值得 他说你以为我要他吗 我说你不要他 你为什么总折磨自己呢 这挺难受的 虽然王冉一再强调 他要找到男孩的原因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心怀 但在王冉妈妈的眼中 王冉所说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掩盖 他深爱这个男孩 所找的借口 妈妈的误解 也让小冉感到万分委屈 根本就不明白 我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都不知道 这个人完全触碰了我的底线 他说我什么都可以 唯独这件事 他不能说我 他的情绪 再一次不灵崩溃的边缘 就是你女儿啊 最在意的 就是自己清白的名声 对对对 但是 恰恰她的前男友 或者背后可能 还有其他人造谣的人 就 就玷污了她清白的名声 是这意思吧 这口气如论如何咽不下去 对吧 来我们请上一位 情感方面的专家 来自世界家园的 高级副总裁 崔薇老师上场 看看她有什么办法 你好 老板 你好 你好 这老板听见了吧 小冉是个极为重视 自己清白的好姑娘 我想你四个字 人言可畏 你现在已经进了一个死胡同了 你试图用别人的话来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的清白 证明自己对爱情的 那个圣洁的信仰 但是你觉得 就是太执拗 我就是受不了 别人说我 所有的负面的 对于我们的批评的言论 其实都是在历练我们自己 坚定我们的信念 做好我们自己 它现在是进入了一个 对 就是一个心结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根本 为什么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念需要别人来证明 为什么 你是在乎别人 还是在乎自己的感受 我都在乎 你要自己纠结吗 自己还活在这个矛盾当中吗 自己恨啊 毁啊 怒啊 甚至于发疯啊 那对于你来说 和对于你这样来说 有任何一丝的意义吗 或者说对于那些给你 恶意造良 纵伤的人 岂不正中他们的账法 人家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不就是你这样痛苦吗 你这么对爱情 有这么崇高的圣洁的信仰 而有坚持 他们就想打击你 你要站起来 用你的笑容 用你的自信 说我的信仰就是最纯洁的 任何人也玷污不了 我的纯真的信仰 我要去找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朋友 相信我的 所以老公 结婚 对 你说到了关键点 相信你的 你只有真正相信你的人 才有这个资格来读懂你 读懂你那颗纯洁的心 对不对 何必跟那些流言蜚语 与你无关的人较劲呢 小冉 我们尊重你 我们也接受了你找这个人的请求 我们看一看寻找的过程 好不好 自从小唐和小冉分手以后 小唐就仿佛人间蒸发一样 我们和小冉 把各种可能联系到她的方式 列出了清单 逐个排查 都没有她的消息 都不接电话 我就是唐景权的一朋友 然后最近他有一个电话 我打他关机了 您现在有他别的联系方式吗 他正在回家 然后可能没跟任何人联系 我是以往送上联系 有人说 跟他已经失去了联系 有人说 他回了老家 众说纷纭中 我们感觉 这次的寻爱之旅 也许 就只有中断了 你现在还有别的方式 能联系到他 我就是 现在我知道的 就唯一一个 我估计可能就在他这样的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冉又想起了一个小堂的铁哥们 我们随即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网友说 别的朋友说 他一直跟您在一起啊 我们前两天还出乎了这 但我劝你们 还是别找到他 他前两天跟您在一起吗 没有没有 没在一块 我们没在一起 这位朋友 无意间透露小堂的行踪 成了我们现在的唯一线索 在编导的线索下 这位朋友终于勉强同意和我们见面 但是 他约我们见面的地点 远在百公里之外 虽然我们不知道 能否通过他找到小堂 但我们还是决定 去碰碰运气 经过许久的更多 我们来到了和小堂朋友 约好见面的拆球厅 在我们的再三劝导之下 他的朋友 给了我们小堂新的联系方式 我们随即拨打了他的电话 我们能够确认 变化那头是小堂 但是小堂对于我们的采访 却充满了 这挂了 是唐队玄吗 少神 女人 您好 我是听听卫视的节目编导 在编导的劝说下 小堂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 我们这次的寻爱之旅 也出现了转机 终于联系上他了 小阮 如果待会大门打开 他到现场来了 你要干嘛 抽他一嘴吧 为什么不要打你 我就受不了他冤枉我 你真的打他一个耳光 你就走出来了 你觉得他会有勇气 走到这里来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 因为他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小堂是不是真的像小阮所说的那样 不敢露头 我们倒数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开门 我真的不敢来 肯定不会敢来的 小堂虽然人没来 但是有信的 你想看吗 小堂发白的门 他说王冉 祝你以后能找个 知你爱你呵护你的人 我不能给你想要的东西 以后当朋友 我当什么朋友啊 他以为我那段时间找他 我就没事 我奶奶过生日 那时候我奶奶八十八了 我们家就是一个老人 我想让他见见我男朋友 我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 随后我奶奶就去世了 别哭了宝贝 你想一想 那样的男人 知道你去爱他吗 去想什么 他自己不明确说 能跟我说清楚的事 他明确能跟我说清楚的事 他自己不跟我说 他被脸到的全校都 只能让所有人被理议了我 小堂你看看你母亲的眼睛 看到你这么痛苦 你母亲心里会好笑吗 你愿意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让你的母亲痛苦吗 你要尽快地从自己内心深处走出来 是啊 你活得最好 你活出你的美丽 还是给你的这个前男朋友一个最响亮的耳光 而不是现在你这种状态 我曾经跟你说过吧 咱们家什么都不去 去的是你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知道吗 他既然不能站在咱们门前 咱还要他干什么 我跟你说 他有人 你给我记住了 你知道吗 我王冉卡当着全中国人的面说 我没有一个地方对不起你 请你 我也没有 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还有这个说我的人 我现在不可以告诉你 我王冉卡当着全中国人的面 我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这种事 你又摆成你当面出来跟我对峙 我跟你说 你也不要去证明你什么清白 你去遇人买技吗 说这个人出去买鞋 但是他呢 忘记了齿马 说齿马搁到家里了 那不跟你一样吗 清白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何必要去证明呢 你说对吧 妈妈说的多好 为什么你一点都听不进去呢 我不是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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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一男人 他全中国人都在 他也在这些认识 他也在这些认识 都读懂你的 就像他这种男人 你知道去吗 去想的吗 他不敢来 他不敢面对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虚 因为他不敢承担 你知不知道 你明白吗 他知道自己做错了 他也承担不了 所以他才发来短信 发短信的目的很简单 给自己一个心理台阶下 你也得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让自己走下 让自己别在 这个原地踏步 折磨自己 每个人 在人生当中的经历 很多次的考验 你就把这一次 当做一个浴火 浴火重生之后的 你是最美丽的 你站在我们主台之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们不要去声讨谁 不要去指责谁 不要指责谁 你站在舞台中间 能不能告诉我 所有人 你接下来打算什么 你告诉我们 你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件事情 怎么让他过去 你打算怎么面对他 下来解决以后 首先我知道 这个人 他不敢面对现实 我知道他绝对不可能出来了 我不会说 因为别人说我了 我想了 我这么好 还不如我不这样呢 我去堕落 或者去改变我自己 我还会像以前一样 我继续坚持我以前的观念 我还跟以前一样 你相信自己能找到 值得托付的爱情 我敢肯定 我一定能找得着 相信我的人 找到一个真正 可以读懂你心的人 对 一定的 阿姨 心里舒坦点 谢谢 谢谢阿伟 应该呢 别客气 没事 其实我特别想看你跳一段舞 你把自己的自信 把自己的 面对新生活那种勇气 表现出来 多好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冉 你看你跳舞的时候 又美丽又自信 希望你一直美丽自信选 找到自己的真爱 谢谢阿伟 好好照顾妈妈 我们希望小冉 能够真正的解开心 说实话 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向大家自证起 今天的杰里亚爱情 我想说 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诽谤 总是纠结于别人怎么看 你的内心就不会保持 非常感谢杰里亚 对本栏目的独家冠名 也谢谢《墨生太阳镜》 你可以登陆 迅雷看看 爱奇艺乐视网 风情网 以及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往期的精彩节目 同样 你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搜索保卫爱情 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像小冉一样 求助于我们 让我们帮你寻找 你丢失的爱情 或者是 你要想自证清大 我是马云 保卫爱情 谢谢 今天 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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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感谢观看